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但是这么热的天气之下呢 我们到底是可以从中找出一些酷暑股喔 对 因为我们讲其实天气的极端的气候 一定会带很多的商机 也有非常多的股票会受惠 有些股票会受害 所以今天主题会跟大家讲 到底现在有多热 那在这样的极端酷热的行情当中 会不会带一些新的商机 带给一些新的股票 它未来有一些更大的上涨的空间 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要跟大家聊聊呢 全球热浪来袭 但是酷暑股它的激励来了喔 就是业绩成长来了 有哪一些股票呢 到底是受惠还是受害 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球热浪 真的是没有最热只有更热 老师我光是看到这个饥饿之石 我就吓到了 这也太热了吧 对 因为饥饿之石这个传说还蛮可怕的 就是说过去500年之前 这个捷克某一个河流当中 当地人磕了一个石头 上面用德文写 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 你就要准备哭了 因为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 代表干旱很严重 后面欧洲面临到非常严重的饥荒 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而饿死 饿死了 对 所以当这个今年的一个极端热浪气候里面 在捷克这个河流当中 又献出饥饿之石这样的一个字 那让大家非常的一个紧张 就是说看起来接下来可能干旱 导致更严重的粮食回积 饥荒的一个问题 可能在接下来可能全球都会有一些 所谓面临到这种人道上的一个危机产生 就很多人可能会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吃 那除了这个所谓的饥饿之石一个严重程度以外 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一般印象中 南极跟北极不是人道不行吗 对 但在北极的部分 我们今年夏天温度已经来到32.5度了 所以那个照片出来就是说当地的这个科学家 是穿着短袖跟短裤在那边打球 因为太热了 虽然说地上是冰的 但太阳晒出来的温度是30几度以上 所以今年北极其实熔冰熔得相当的快 这比台湾冬天还要热欸 对 32.5度 就其实你在现阶段的台湾 可能你到那种什么东部啊 到南部去 有时候它中午气温可能都没有32度那么高 所以这代表其实现阶段真的全球 我觉得热让非常的严重 那刚刚提到饥饿支持 甚至说今年南欧的热辣 南部欧洲的热辣 已经造成5000个人死亡 这5000个人的数字 你知道它比这一次俄乌战争里面 造成乌克兰平民死亡的人数还要更多 哇塞 对 所以代表说这个热让的严重程度 比战争还要更加严重 可怕 因为中国最近非常的热 就是说在这几天里面 中国的这个当地的气温 如果低于43度以下的 它没有办法排进 中国当天的气温的前10名 代表说中国几乎全部的地方 都在40度以上的均温 所以代表说 其实整个全球你会发现到 很严重的热让 导致到第一个可能大家的一个电量啊 空调啊 未来绿能的需求啊 甚至说有些人身的安全啊 厂商的一个部分 它可能像那种什么建筑业啊 或说在外的外送小哥啊 可能都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甚至说在这个研究机构的预估啊 说这一项的极端热让的气温 继续延续下去的话 未来30年之内 美国会有一个极热带产生 会有大概1亿的人口 在美国中部这个区块 他们会每天面临到52度以上的高温 天啊 这能活吗 这比非洲的温度还要高啦 就是以后美国人就变成非洲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 所以就代表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当中 你会发现到好像你最近听到的消息 就是很热 非常热 超级热 有够热 不够 好像这个温度都没有办法有效降下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到底只是今年的极端气候 还是说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这是美国的NASA做出来的研究 它说2021年的地球的均温 比19世纪的一个温度高了1.1度1度 1.1度 感觉好像还好 感觉好像还好 但是那是平均的温度 代表说冬天比平常高了一两度 然后夏天比平常高一两度 那你想想看 现在我们台湾大概是38 39度 如果未来五年十年变成40度 41度 说不了 那感觉不一样 因为那是测出来的温度 体感温度都是五六十度以上 会更高 会让你感觉到更热 所以你看那个曲线图当中可以发现到 最近这几年那个平均温度上升度都非常的快 也就证实到大家说地球暖化的一个问题 其实相当的一个严重 所以在这样一个长期温度不断高升的情况里面 其实大家都要及早做准备 也就是说不管是就政策啊 就环境啊 就未来的一个所谓的 你可能个人在做一个选择上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种所谓因应极端气候 而导致你投资行为的改变 或说你可能买房子啊 或说你未来要定居的地方 我觉得都要及早做一个规划 也就是说像有些人很喜欢去 什么马尔蒂夫啊 那种地方度假 但如果说未来的海平面上升的话 那个地方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要早点去耶 对 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要买那种海边的别墅 我可能要在那边 就是每天可以看海 但你不要买太靠近海边 因为可能未来会被淹上去 所以这就代表说你要去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所谓的极端的热浪气候 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的话 可能你要及早做准备 有些东西它可能会是一个 未来长期可以投资的标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字卡 刚刚提到的嘛 你没有43度你不要说你很热 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 今年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 他们在所谓的有三幅贴 当中的中幅以来 就是说从7月中以来 7月底以来 整个中国最热的前十名排名 可以看到像是新疆 吐鲁番挖地大家都有听过 有 对 它这个今年的温度 已经飙到46.3 那像这个托克逊啊 东坎那新疆 都是46度以上的高温 那往下来看 这个到这个8月11号 后面8月15 16 17 这个温度都已经被打破了 就是你那个湖南 湖北 四川重庆 这些地方更高了 温度都是44度 45度 所以这个温度你会发现到 好像逐渐在创一个新高 所以为什么中国 在这个极端热浪当中 你会发现到对台股影响就很大 最近传出来就是说 这个四川要开始限电了 所以从礼拜一礼拜 台湾的相关的笔电的股票 电子代工的股票 甚至说有一些这个PCB啊 还有ABF载板啊 股价都原本涨得好好的 突然间就下跌下来了 那甚至说你看到 不只在所谓的一个 中国的中南部以外 像在沿海地区 最近热浪也开始在来袭了 所以像之前我们听到什么 浙江啊 江苏啊 上海啊 甚至说在这个什么 广东等等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中国的温度 还是那么高的话 我觉得接下来都有限电的一个风险 那这可能大家还是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 会影响到台湾有一些厂 设在中国大陆 那他们可能因为限电停控的关系 就会造成他的一个业绩营收开不出来 那这个可以让大家去想一下 今年五月份 上海无预警封城封了两个月 好多台湾的公司 像刚刚提到F载板的三雄 股价就跌得迷迷茂嘛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 厂被封起来的营收开不出来 或运不出去 所以整个五月份 四月份营收出现大幅度的下滑 也法然开始大幅度的调节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代表说 你可能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对岸的部分 虽然说我们跟他不太好 但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这么的水深火热 是的 影响到我们的台场 对我们台场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会影响到 可能在现阶段 你看到气候的部分 还是要去评估一下 哪一些股票 他可能会受到一定的一个冲击 那这时候短线上 看到气温越高 他可能就要先稍作避开的动作 那我们再往下来看 这是美国的部分 那美国其实在昨天通过了这个 拜登签署了这个 叫做这个消减通膨法案 对 那当中大部分都是在做绿能相关的支出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阶段美国真的太热了 这个是现阶段美国的一个 所谓的华氏温度的图 越红的部分代表他的气温越高 那如果研究机构的预估就是说 到了大概20年后30年之后 整个美国就是大概红通通 红通通 对 台湾叫红番薯 美国就是整个红的一个52周的地图 因为他们的温度有可能会超过 平均温度可能超过52度以上 那我想那个时候可能 大家都没办法住在地面上 可能要往地底下去住了 对 太热了 所以这也就代表说 因应二三十年 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气候的变迁 所以美国接下来 他们会极度去做一个所谓的 可能对温室气体的排放 碳排放有更严格的限制 对绿能的投资的话 会加速他的一个所谓的转型 或是说投资的一个力道 所以就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其实 以台股不讲 美国当中很多的太阳能 风力发电出能的股票 不是创丽性高 就创波段新高 甚至说台湾 如果你最近有在买一些ETF 只要是跟这个绿能相关的ETF 通通都创下今年的新高 也就代表说 其实在这样的极端气候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会带来很多很多的商机 老师不管夏天跟冬天一样 都是可以往这边来看吗 冬天的话可能就会很冷 就对啊 就极端很冷的话 那时候可能它的一个 所谓绿能的股票 就不是那么强 但反过来就是说 可能保暖的啊 纺织类股啊 什么羽绒衣的股票啊 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 它可能就会有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空间 所以大家好好把握 这个夏天的这个机会 那有哪一些受惠股呢 对我们讲 受惠股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这五档股票 我们先跟大家讲 它大概的题材跟它的产品 像中美金的部分的话 因为四川限电的关系 那四川除了我们所知道的 它是笔电啊 电子组装代工的大厂 所聚集的一个台商聚集里外 它也是中国大陆主要的细晶圆 太阳能细晶圆大厂 它的集中地 所以当四川限电的时候 台湾的笔电受害 大陆的细晶圆厂 同样也会停工 所以这时候对于 厂在台湾的中美金 它就受惠 因为目前在四川开始限电之后 整个大陆相关的多晶系 单晶系的报价 都快速的往上飙高 所以对中美金来讲 它是在台湾的细晶圆厂当中 太阳能的细晶圆的比重是比较高的 所以报价上涨就会带动它 我觉得未来一些上涨的空间 那另外也跟四川的限电有关 因为大陆在限电 所以很多的主要的有能力的厂 不管是中小企业大企业 他们就会加速建构发电机组 所以很多发电机组的一个相关的股票 在大陆最近的表现也非常的好 那台湾的部分 你说有切入到大陆的发电机组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订单外销的部分 我觉得东元是当中的一个代表 因为过去去年在这个大陆的一个 所谓的双线危机 限电限产危机当中 东元股价也经过一波的一个拉抬 就是因为大家买不到发电机 所以赶快跟台湾来下订单 所以这时候东元我觉得就收回到 发电机的极单涌现 而且它除了这个以外 它也是这种所谓的空调冷气的 压缩机的大厂 那因为这个欧美他们过去 都没有吹冷气的习惯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 他们可能因为这么热 他们开始会把冷气 当作他们一个必备的一个家电 所以反而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需求 像冷气都缺货 对所以他们当地买不到 他就只能就向外去买 可能跟大陆买 可能跟台湾买 那大陆因为又有这个担心说 我们要支肥可能不太好 所以可能东元啊 这是什么申保等等的 也许它有办法打漏到欧美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波的一个 极单的一个效应带动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东元本身它在这几年的一个 所谓除能啊 这个所谓的一个发展绿电的部分 我觉得速度也相当的快 我觉得都可以特别留意 那另外硕河部分 大家也知道说 它本身是在所谓的 太阳能导电江的一个大厂 本来就是太阳能板 当中一个重要的原料 而且在全球加速绿能投资的情况里面 我觉得对它产业来讲 是有正面带动的情况 而且它也切入到所谓MIH当中的一个 电动车电池的材料 那同一时的部分 但最近非常的热 那我觉得有部分也是因为真的很热 天气太热了 很想喝饮料 所以你买什么可口可乐 买百事可乐 买一些所谓的铁罐铝罐的部分 都是同一时在做一个相关的包材 而且它在大陆的事业 其实事业体更大 所以大陆很多的饮料 如果有去过的话 会发现到他们很多都喜欢 用铁罐铝罐来做 对 所以对它来讲的话 它旺季有旺上加旺的一个带动 而且它传闻啊 说有可能会切入到电动车电池的一个包材 因为电动车电池也是用一个铁罐包起来 对 如果说它有这个新的题材 我觉得最近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消息而发动的 要不然以它本意来讲 存饮料可能没办法 对没有办法飙这么快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可以特别留意一下 现在还没有消息 还没有传闻出来 但如果真的落实下来的话 我觉得股价可能都先涨一段了 那另外在冬显的部分也是一样 过去在今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 冬显飙过一大洞 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那时候就是因为欧洲的一个电厂都停工了 停产了嘛 那现在因为欧洲电价飙上历史新高 很多的大厂已经撑不下去 就说我就干脆就放暑假了 所以这时候整个一个所谓供电危机在线之后 化肥的暴降也开始蠢蠢欲动 那我们来看这几档股票的一个线图 好那先看中美金 对中美金你可以看到股价从低档 这底型打得相当漂亮 它已经越过了之前的一个底部的一个颈线 所有缺口也都回补完毕了 现在也占到所谓的半年线之上 而且你看到下面的季线啊 跟这个月线啊即将要黄金交叉 所以多方的公司 加上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题材 对西晶圆的涨价的题材 我觉得都有机会 它会沿着军线继续往上垫高 位阶不低 而且最近低档有出量 我觉得它是整个西晶圆族群当中 可以特别去当作锁定的一档股票 老师这会不会是中小型股会涨的原因 贵买那么强 也是不是它带动的 对我觉得有部分它占权中还蛮大 而且最近投信开始在低档 我觉得可以留意一下中美金 它可能短样受惠到 西晶圆报价的一个题材 那再往下一档股票来看 东元刚刚提到的嘛 它股价位置就比较低 因为你看到中芯店同样的题材 中芯店股价已经来到波段新高了 那东元因为之前这个股东 会爸爸跟儿子吵来吵去 所以股价变得比较委屈 大家对它的公司治理是有点疑虑存在的 但反而就是说提供你所谓的低档补涨的一个空间 一样低档你看这几天是出量 占到月线跟季线之上 所以它如果能够突破31块 那边花贵31块就潜迫了反弹高点 它就完成一个非常漂亮 大概是半年的大底的一个突破 而且底部有出量 代表说如果真的突破的话 我觉得它未来还有更大的一个补涨空间可以期待 所以要先突破31元 对 没有突破的话我觉得就拉回再买啦 如果突破31也没关系 通常突破之后会有一个回测 所以你这边可以低档先买第一次 那突破31之后再度回测之后再买第二次 那后面就可以算一下 从27块到31块算上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到35块以上的实力啦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 在缩合的部分 我们从月线来看 因为从日线的角度来看好像没有涨很多 但月线角度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月的部分 这四个月那四根K棒 每次打下去都留长下眼线 是 对 代表低档它底部有月电月报的迹象 然后月KT指标在这个 上个月开始已经正式出现了一个翻扬向上 所以这种所谓的长线低基纪股票 月KT指标翻扬向上 而且现在时间是8月份嘛 对 那10月份的MIH的新车发表 我觉得其实对它来讲 这个题材还在未啊 我们刚刚这个所谓的未来这种重小型股 它如果一些题材还没有发酵的话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一个想像空间 所以月KT指标的一个翻扬向上 我觉得都代表它中线的架构在转强当中 搭配上说太阳人本身 本业部分我觉得它会越来越好 那新的电动车题材 MIH的题材 还有这个所谓的鸿海鸿家军的题材 我觉得它其实有蛮大的一个想像空间的 那再来看到这个统一石的部分 就最近相当热的这两股票 主要看外资啊 外资从这个16块多一路往上买 那它主要那时候上涨是因为大家说 它半年报表现很好 就这个上半年的财报比去年的 好像前8个月的财报来更好 对 但是你看到台湾半年报 比它好的公司有很多 对 有很多 但为什么统一石可以拉得那么快 我觉得就是因为刚刚提到 也许它有一个电动车包材的题材 是大家还没有发现的 那现在外资在这消息还没见报之前 开始拼命的买 所以股价也可以看到 一样月季线黄金交叉 而且最近几乎每天都维持一个创高的格局 那当然短样来看来到相对高档区 我觉得大家不用再追价 但是假设它股价再有回到相对的 所谓五日线支撑也好 或十日线支撑也好 我觉得都可以持续去留意 因为它刚刚讲的嘛 中国很热对它本业是有帮助的 如果有一个电动车包材的想象空间的话 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发挥的状况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 冬简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最近股价也是缓步往上墊高 也就是说你看到台股 现在已经涨到这个1500点以上 季线之上 冬简才刚突破季线的一个反压 而且也是一样喔 它底部其实越打越漂亮 今天它盘中最高51.5 即将要突破之前那一个 哇好长的黑K棒那一个 那个格子冲的卖压51.6 如果一旦突破的话 我觉得代表说其它底型是确立的 而且它本身来讲 刚刚提到了嘛 受惠到所谓的一个化肥的价格 重新再涨价的情况 它其实本益比相当的低 而且刚刚提到 统一时的半年报 它是这个半年转营去年的前七个月 冬简半年报是今年的上半年 已经转营去年的一整年 哇这个所谓财报更好 股价位阶又偏低 所以这个可以特别的留意 就是说既然已经站到季线之上了 那如果突破51.6以上的话 我觉得它也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就这种底型突破之后 大家都可以去简单算一下 我觉得可能都有往六字头去摸的机会 有可能创到前波5月30号的高点 对 好 那今天老师帮大家整理出非常多 关于就是从气温 从我们生活周边 找出一些酷暑谷 留给大家来做参考了 那也要记得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六点半 准时的在YouTube上面首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 也要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开小铃铛 萤幕上有老师的Light 欢迎大家都可以 私讯老师跟老师互动来做交流 我们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